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时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达到九个军三十多个十约四十万人 而联合国军第一线兵力不过二十二万人 中国志愿军兵力几乎两倍于敌人 但是彭德怀在军事部署完毕后 却命令志愿军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 朝方领导人对彭德怀后撤军事部署十分不解 询问彭德怀为什么不成圣像青川以南追击 这是战机 彭德怀当时并没有具体解释 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 说他们当时忽视了在5G装备上 迪优我逆具体条件 我们当时如果不坚持自己意见 同意他们意见 那肯定不会取得第二次战役那样大的胜利的 彭德怀具体分析原因 迈克阿瑟遭受第一次战役打击 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 对我军兵力还不清楚 所以肯定还要向鸭鲁江大举进攻 不如避其锐气 故意示弱 边打边退 迷惑敌人 诱敌深入 总之 彭德怀要用解放军拿手好戏 在运动中寻击尖敌 要在青川江畔调大鱼 为了实现战略目标 为监更多敌人 志愿军决定集中9个军 30个步兵师 在东西两个战场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 11月25日 西线联合卓军 被志愿军又制预定战场 意测暴露 后方空虚 完全中了彭德怀之际 从11月7日战斗打抢到12月24日 第二次战役结束 志愿军取得超出预定计划的胜利 共闭伤伏敌3.6万余人 其中美军2.4万余人 志愿军将战线推至三八线南北地区 粉碎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半部的企图 迫使其由进攻转入防御 第二次战役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